歡迎大家收看全新一輯的網上節目 《規劃全面體》 在這個時刻,我們先強行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阿聰 我是嘉敏 這個規劃就關乎我全家的幸福 亦都關乎我們下一代的全家幸福 我又怎可以不關注呢 這個五年規劃的基礎方案 其實在去年11月推出之後 政府就聽取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 沒錯 在剛剛過去的4月26日 我們就再推出了一個 《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規劃2016-2020的重運》 沒錯,跟我們這個組合一樣 這次特區政府是首次破天荒的五年規劃 亦都是澳門未來五年發展的總體藍圖 所以政府是非常重視我們這個規劃 這個草案的一個可操作性 既然是一個放眼未來的一個規劃 我們作為年輕人可不可以都參與? 我們作為年輕人 既然是這個撤身相關 那就一定有得參與的 有些人說 其實自己一個更開心 但是規劃這麼大件事 一個人怎麼做得完呢? 對不對? 所以政府在4月26日至6月底之前 再次收集大家的意見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發表自己的想法 如果有意見想發表的朋友 可以直接去到我們這個 兼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的網站 留言就可以了 除了網站之外 政策研究室不同的渠道 都可以發表不同的意見 亦都可以去大家所屬的社團 又或者不同的團體發表意見 挺方便的 政府可以收集我們的意見之後 再連同回應 就上載你剛剛提到的 相關單位的網站上 你到時看到我的意見 除了我們的意見之外 其實我們知道市民 亦都發表這個意見 其實涉及亦都非常廣 包括人材培養 大型的建設 運輸交通 又或者博彩、旅遊等等 各個方面 還有人問 草案內容 那麼多政府做了什麼 聽起來 其實澳門的朋友 都非常易碰 我的反應 我可不可以用八字真言 去形容這個收集意見的過程 雜思廣益、凝聚共識 我相信這個正正 都是我們編制五年規劃的 一個出發點 和期望 所以說 其實大家一起更加開心 那麼我們一陣子錄完節目 就快點上網 給多點意見 好嗎 那麼我在這裡最後 也都誠意強行 預告一下 那麼在這兩個月的期間 我們會是每個星期 大概一次左右 那麼就通過視頻 向大家介紹 多點這個草案的一些 最新資訊 那麼今天的介紹 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好嗎 好 喂 導演快點點CUT 我們要快點給意見 是 CUT了很久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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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